立位纪第九章 到了第八天 摩西把亚伦和他的儿子 以及以色列的众长老都召了来 摩西对亚伦说 你要取一头公牛犊来 做赎罪纪 一只公民羊做凡纪 两样都要没有残疾的 现在耶和华的面前 你也要告诉以色列人 你们要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纪 又取一头一碎的牛犊 和一只一碎的绵羊羔做凡纪 两样都要没有残疾的 又取一头公牛和一只公民羊 做平安纪 在现在耶和华面前 又取用油调和的素纪 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 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 带到会幕前面 全体会众都走进来 站在耶和华的面前 摩西说 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的事 你们要照着行 耶和华的荣耀就要向你们显现 然后摩西对亚伦说 走到祭坛那里 献上你的赎罪纪和凡纪 为自己和人民赎罪 又献上人民的贡物 按着耶和华的吩咐 为他们赎罪 于是亚伦走进祭坛 宰杀那位自己献的赎罪纪牛犊 亚伦的儿子奉上血 他就把手指站在鞋里 抹在祭坛的四角上 把剩下的血倒在祭坛脚那里 赎罪纪生的脂肪 肾和干液 它都焚烧在祭坛上 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至于肉和皮 却在银外用火烧掉 亚伦宰杀了凡纪生 他的儿子把血递给他 泼在祭坛的周围 他们跟着把凡纪生 一块一块连头递给他 焚烧在祭坛上 亚伦又洗尽了内脏河腿 在祭坛的凡纪上焚烧 他把人民的贡物献上 又把那为人民做赎罪祭的 公山羊迁来 宰杀了 献为赎罪祭 和先前献的一样 然后他按着规则 献上凡纪 又献上肃纪 从其中取了满满的一把 在祭坛上焚烧 这是在早晨的凡纪以外的 亚伦又宰杀了 那位人民做平安祭的公牛 和公民羊 亚伦的儿子把血递给他 泼在祭坛的周围 他们又把公牛和公民羊的脂肪 肥尾巴 遮盖内脏的脂肪 两个肾和肝叶都放在胸上 亚伦就把脂肪在祭坛上焚烧 至于胸和右后腿 亚伦拿来做摇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都是照着摩西吩咐的 亚伦向众人举起手 为他们祝福 他献了赎罪祭 凡祭和平安祭就下来 摩西和亚伦进了会幕 出来就为众人祝福 耶和华的荣耀向众民显现 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 烧尽了祭坛上的凡祭和纸房 众民看见了 就大声欢呼 俯伏在地 感谢观看